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萌 今天我们来学习棋谱的记录方法 学会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自己下过的棋记下来 还可以看棋谱呢 哇 这么厉害 您快教教我吧 那你知道棋盘下面标记的数字是什么含义吗 这些数字呀 是告诉我们棋盘有九条竖线 这些数字可一点都不简单 它们可以用来标记我们的棋子呢 快来一起看看吧 棋盘下方的数字是从每方的右手边开始 从一数到九 这条数线就是红方的一路线 挨着的就是二路线 一字直到九路线 我们再把棋盘转过来 这条线就是黑方的一路线 然后是二路线 三路线直到九路线 大象老师 为什么是从右向左数呢 有人说这是因为古时候人们写字都是从右向左 所以棋盘的数线也是从右向左数了 另外 为了怕大家弄混 红方的数线都是用汉字来标记 黑方的数线呀 都是用阿拉伯数字来标记 啊 原来是这样 你看 红方的一路线就是黑方的九路线 红方的二路线就是黑方的八路线 红方的三路线就是黑方的七路线 小萌 你有没有发现什么规律呢 我知道 我知道 每条数线的两个数字加起来都等于十 没错 讲到这里 大象老师要考考你和小朋友们了 在我们摆棋的时候 这几颗棋子都摆在哪条数线上呢 炮 市 足 一 二 四 小萌 你来连一连吧 嗯 让我来试试 在我们摆棋的时候 黑炮和黑马都是摆在黑方的二路线和八路线 所以应该把黑炮和数字二连起来 黑市守在老将旁边的四路线和六路线 所以应该把黑市和数字四连起来 黑族摆在黑方的一 三 五 七 九路线 所以我们把黑族和数字一连起来 大象老师 我连得对不对呀 完全正确 大象老师 我们认识了棋盘的树线 那怎样标记双方的棋子呢 小萌 你看 红方的这个炮在二路线上 我们可以叫它二路炮 这个红冰在三路线上 我们可以叫它三路冰 黑方的这个象在七路线上 我们可以叫它七路象 嗯 我明白了 这样找棋子就方便多了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 就是有时候 某一方两个相同的棋子 出现在了同一条树线上 比如这盘棋 红方 两匹马都在三路线 前面靠近老将的叫前马 后面的马叫后马 黑方两个族都在四路线上 前面靠近老帅的是前族 后面的族就是后族了 嗯 这样就不会弄混了 讲到这里呀 大象老师要考考大家了 请小朋友们选出 红方的七路冰 四路市 和黑方的七路族 小萌 你来试试吧 嗯 红方的七路冰应该在七路线上 我们可以从红旗的右手边开始数 一直数到七 也可以从红旗的左手边 倒着数九八七 也可以找到红方的七路线 七路冰就是它咯 红方的四路市 在红方右手边第四条竖线上 就是九宫右上角的红市 黑方的七路族 可以从黑方的九路线倒着数 九八七 就是这条竖线的黑组了 大象老师 我说的对不对 哈哈 小萌 你答对了 我们来看看今天都学习了什么吧 今天 我们学习了棋盘竖线的顺序 知道了它们可以标记双方的棋子 还明白了怎样把同一条竖线上相同的棋子分清楚 小萌 你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记住了 大象老师 下次我们该摆棋谱了吧 嗯 不仅可以摆棋谱 还可以把棋谱抱出来呢 下节课 我们继续学习吧